感覺就是很開心 因為今年的目標也是一樣金手套 然後因為去年就是沒有拿到最佳九人 那今年自己設定的目標也有最佳九人 那也有拿到就很開心 今年挑戰蠻大的 因為還有停賽的兩個月 然後中間也都沒有休息 就是一直練習 就是把該做的做好 然後練的練好 那比賽就把它就像平常一樣 其實也沒有想太多 就不會想說自己很疲勞還是怎麼樣 就是每一場每一場每一天每一天的 就是重新開始 每一天去比賽 我跟衛城學長很默契 我覺得我們可能三游的默契 會比在二游還要好 對然後 那金球學長最後一壘 就是他 就是讓我們傳球滿有安定感的 對因為感覺很像怎麼丟 就是可能丟歪還是丟的滑漫頭這樣 那他都接得起來這樣 對就是丟球滿安心的這樣 對 一定有 對然後 最重要還是總冠軍 對因為總冠軍我們是一個團隊 對大家就是很開心 對 那有覺得跟去年拿到的心情很不一樣嗎 其實一定會不一樣 對 像 現在我還是很緊張 對 因為 對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到這裡還是很緊張 對 那當然開心 那希望 明年一樣 繼續努力 那 一樣以 這幾個獎項為目標的